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111年后 泰坦尼克号的神秘继续引发全球科学家的好奇心 从机器人摄像头到最新的海底地图项目 我们将揭示这艘船的秘密 包括乘客故事 珍贵文物和令人震惊的船体照片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场海底悲剧的最新发现 这场悲剧发生在RMS泰坦尼克号上 被广泛认为是奢华和机械成就的巅峰 在很多人的期待和热闹中开始了他的处女航程 他是当时最大最优雅的船只 拥有豪华的内饰和尖端的服务 他的工程师们得意地宣称 他是不会沉默地 展示了人类智慧和技术进步 然而 灾难在他远航的第四天发生了 当时他在北大西洋的滨海中与一座冰山相撞 这场悲剧迅速且残酷地蔓延 仅仅两个半小时 泰坦尼克号沉入冰冷的深海 造成1500多名乘客和船员死亡 成为历史上最致命的海难之一 那个悲剧之夜的骚动和混乱 已经被无数历史编年史描述过 但确切的事件顺序仍然未知 目击者的描述不同 历史偏见也使我们对那艘倒霉船只上 实际发生的事情了解不清 数十年来 泰坦尼克号一直静静地躺在海底 成为对人类在面对自然之怒时脆弱的可怕提醒 它最终的安息地点在新斯科涉省海岸线外 约600公里处 直到1985年才被发现 废墟被黑暗和冰冷的水域所笼罩 揭示了这艘曾经自豪的船只的可怕命运 尽管多次访问这个地点 但许多泰坦尼克号的秘密 仍然隐藏在水下 泰坦尼克号测绘项目面临着各种挑战 因为沉船地点位于海面以下 12000英尺处 然而 2010年 一支被称为泰坦尼克号测绘项目的 开创性远征队伍开始了解决 泰坦尼克号秘密的旅程 这个由科学家 工程师 历史学家和冒险家组成的计划 旨在利用尖端水下技术 对整个沉船地点进行测绘 自主水下车辆和远程操作车辆 被用来获取大量前所未有的数据 和废墟的照片 这项任务面临着各种障碍 包括穿越危险的深海和在泥泞的海域中 拍摄高质量的照片 尽管面临困难 团队坚持不懈 因为他们共同渴望揭示泰坦尼克号 最后时刻的真相 这项挑战旨在揭开历史的面纱 为那个黑夜的遇难者和这艘伟大船只 留下永恒的纪念 首次 高分辨率声纳照片和3D影像 为我们提供了泰坦尼克号废墟水下环境的 全新视角 随着远征队回到陆地 繁琐的数据分析工作开始展开 专家们不遗余力地将声纳图像融合在一起 制作出废墟地点的视觉拼贴图 最终的成果是对泰坦尼克号进行了精确的3D重建 通过结合声纳和视觉数据 团队能够透过海洋的层层迷雾 以惊人的细节揭示出废墟的全貌 这项成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历史上 专家们首次能够全面研究泰坦尼克号沉船地点 皆是其最终安息之处 并未导致其沉默的情况提供了关键的洞察 对泰坦尼克号进行虚拟重建为20世纪 最令人难忘的灾难之一带来了新的认识 这次开创性的探索 为未来的海洋和深海探索铺平了道路 多年来 对于那个致命之夜 发生了什么的各种假设和推测不断演变 然而 多亏了泰坦尼克号测绘项目 我们现在对这艘悲剧船只上发生的事情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随着数据的输入 专业人士们开始努力分析和解释结果 结果显示出泰坦尼克号废墟地点的完整描绘 包括其界限、残骸区域 最重要的是船体的两个主要部分 即船头和船尾 长达500英尺的船头 是对泰坦尼克号悲剧结局的鲜明提醒 尽管被从船体的其余部分中撕裂开来 其结构仍然相对完整 为我们解答导致其毁灭的事件提供了重要信息 一项最引人注目的发现 是船头附近底部沉积物的变黑 这表明了与海底碰撞的位置 通过检查这些沉积物 研究人员能够量化船头下沉的速度和角度 揭示了泰坦尼克号最后时刻的新见解 虽然船头受到了广泛关注 科学家们也对探索大约半英里远的船尾感兴趣 在残骸区域中发现的船块和文物散落其中 也为我们带来了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新认识 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一个最持久的问题 是与冰山碰撞的具体情况 尽管目击证词和历史记载提供了一些见解 但对于船体的损坏程度和位置仍然存在疑问 多次远征尽管对灾难现场进行了多次探索 但1912年事故报告中描述的难以捉摸的 300吨裂缝从未被发现 这种差异引发了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之间的探讨和争议 一些人质疑官方故事的真实性 然而随着寻找答案的不懈努力 有一点是确定的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远未结束 调查人员对泰坦尼克号沉传的超高清照片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一些新的见解 他们创建了一幅船头的大图片 称为拼贴图 这让人们首次以这种方式完整地观察到泰坦尼克号 当他们凝视着这残骸时 他们可以仔细查看船头的每个部件 以探究事故发生的原因 这幅大图片显示了船头一个巨大的洞口 他们确认这是泰坦尼克号与海底碰撞所致 尽管有超级清晰的照片 但他们并未发现大多数人预期的巨大裂缝 他们在船体底部发现了其他线索 例如一些钢板上保留了锚钉的痕迹 这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 然而 结果并没有符合他们的预期 冰山对船头支造成了一小部分的损害 并非他们预期的大规模破坏 船体上的洞口只有大约11平方英尺 虽不算大 但却让大量水涌入 最终导致船体沉没 整个过程耗时两个半小时 调查人员解开了这个谜团 确认冰山并未在船体上造成巨大的裂缝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支持这一点 但它仍对船体造成了足够的破坏导致沉没 那么 泰坦尼克号船体是如何破裂的呢 回顾1912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 这仍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之一 当船体最终坠入海底时 它被分为船头和船尾两个主要部分 这一分割对事件的理解至关重要 尽管船头和船尾最终都撞击到海底 但它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这需要对它们下沉和分离的过程进行深入调查 造成船头和船尾在撞击海底时 情况不同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是下沉速度的差异 由于其设计不够流线型 船尾承受了比船头更大的阻力 导致其下沉速度接近每小时50英里 与相对流线型的船头不同 船尾在下落时出现了混乱的旋转 导致了严重的结构压力和破坏 船尾在抵达海底时的灾难性状态 可以从它所遭受的巨大破坏中明显看出 大部分结构在下沉过程中分裂 留下了小块碎片散落在海底 根据广泛接受的解释 高压水可能在船体下沉时进入内部 导致内部结构破裂 加速了船尾的解体 这种持续的压力 再加上洞口与框架的分离 导致船尾部分完全被摧毁 而船头则相对较少受损 尽管研究揭示了船头和船尾 抵达海底时的不同情况 但关于船体破裂的关键问题仍然待解 以前的理论认为 泰坦尼克号在水面上分成两部分 下沉的船头将船尾吊起到空中 然而 新的证据与这一理论相矛盾 迫使调查人员重新评估 导致船体分裂的过程 确定泰坦尼克号沉默的确切时刻和位置 需要对分散在海底的碎片进行彻底的检查 并使用全面的机器人摄像头 视频记录每个恢复和记录的物体 每个找到的物体都包含了 可以用来拼凑出 导致船体悲剧结局的事件的信息 调查人员希望通过有条不稳的记录 和审查每一条证据 来解开泰坦尼克号最后几分钟的谜团 从而结束历史上最悲惨的海难之一 除了评估物理数据外 科学家们还使用科学模型和模拟 来复制泰坦尼克号的下沉和毁灭过程 通过结合来自各种来源的数据 如历史文献 目击证词和现代技术 以及废墟中发现的物体 泰坦尼克号沉船地点上 发现的物品提供了对那个命运多班的四月之夜 悲剧事件的重要见解 其中包括华丽的雕像 吊灯 甚至泰坦尼克号的青铜中 每一个都提供了对船上生活的见解 并作为法医考古学家的重要数据点 这些数以千计的遗物 是对在冰冷的水下发生的人类悲剧的毁灭性提醒 Alex Pinkhofer正在辛苦地 将这些物品与具体的个人联系起来 使他们能够拼凑出泰坦尼克号乘客的个人经历 例如 海底发现的一只怀表属于 托马斯·威廉姆斯·索罗门·布朗 他是一位南非的酒店业主 他的生命被不幸地中断了 他幸存的妻子和女儿 继续了他悲伤与坚韧的遗产 其他遗物 如日记和个人物品 揭示了像塞缪尔·安德鲁这样的乘客的目标和梦想 他是一个17岁独自航行到美国的人 他的课本和手写笔记反映了他的报复 这些报复在那个寒冷的四月之夜戛然而止 随着团队深入研究像安德鲁这样的人的生活 遗物中收集到的证据描绘了他们最后时刻的戏剧性画面 他的课本 匆忙地为一次即将戛然而止的旅程准备 成为了冰山摧毁梦想的毁灭性记忆 这些物品不仅披露了个人经历 还揭示了围绕泰坦尼克号灾难的更大谜团 随着调查人员仔细检查废墟 他们希望解开船体是如何核实破裂的谜团 与先前的假设相反 新的数据揭示了更严重的分裂 挑战了旧的理论 呈现出了泰坦尼克号最后时刻的更清晰画面 这些努力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上的这场悲剧 还可以为未来的海上安全提供重要的教训和见解 然而 一个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解答 船体为什么会首先沉默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 侦探们仍在寻找答案 每一个遗物都为正在进行的调查提供了一个新线索 当Alex和他的团队检查事实时 他们不禁对那些逝去的人感到一种尊重之情 泰坦尼克号废墟的迅速恶化 使其自发现以来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 它不再是曾经航行在海上的庄严船只 而是一个生锈并且布满碎片的外壳 尽管多次探险调查废墟 但其恶化仍在继续 这引发了人们对其最终命运的担忧 像PHNR这样的泰坦尼克号调查员 已经跟踪这艘船的稳步衰退超过三十年 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个曾经宏伟的建筑物 在他们面前崩塌时发生的惊人变化 高层甲板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 部分结构相互坍塌 威胁着淹没船内一切 但是是什么导致了加速的恶化呢 在正常情况下 静默在深海水域中的金属 应该由于缺乏氧气而缓慢生锈 然而泰坦尼克号上覆盖着异常的结构体 被称为锈钉 它们类似于锈石 但实际上是由生物引起的 细菌 这些微小的生物 就像小小的青道夫一样 以船体的铁和矿物质为石 加速了它的解体过程 洛瑞约翰逊 泰坦尼克号锈钉的顶尖专家 花了多年时间解密这些神秘结构的秘密 通过严格的调查和研究 它发现了锈钉内部复杂的运作机制 这些运作机制充满了复杂的管道和通道网络 这些特征为各种细菌群提供了栖息地 所有这些细菌群都在加速船体的 缓慢消亡过程中发挥作用 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是 一些细菌是艳养的 这意味着它们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繁殖茁 它们不依赖氧气获取能量 而是从沉船中获取铁和矿物质 维持自身并快速繁殖 它们如同无情的军队般消耗着泰坦尼克号 留下了一条毁灭性的轨迹 随着科学家深入研究泰坦尼克号秀定的秘密 它们面临着一个令人恐惧的现实 船体的最终命运是注定的 500年后 泰坦尼克号可能仍然类似于当前的状态 但是1000年后 它可能只剩下海底上的一堆秀 这艘曾经微风凛凛的战船 是人类智慧和傲慢的象征 将会从视野中消失 被海洋的深处所吞噬 尽管其消灭的威胁悬而未决 但泰坦尼克号的管理者 和在船上遇难者的后代之间的辩论 仍在继续 应该采取措施来保护和维护 泰坦尼克号的残骸 还是应该让自然发挥作用 一些人支持恢复遗物 以此来尊重逝者的记忆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泰坦尼克号是一个应该被留下的神圣的目的 这一决定将由负责保护 泰坦尼克号遗产的人们来承担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 近700人设法在巨大战舰 遇到水灾的混乱和痛苦中生还 然而 导致泰坦尼克号沉默的确切事件 顺序仍然在被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研究和辩论 每一个都试图解开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海难之一的秘密 泰坦尼克号上的目击者目睹了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 这艘被认为不会沉默的船 在两个半小时内陷入大西洋的冰冷深处 尽管时间流逝 幸存者的回忆和从海底打捞出来的遗物 继续为我们提供关于那个致命之夜的重要见解 泰坦尼克号何时以及如何沉默的问题 成为当前争议的焦点 虽然船头部分大部分完好无损 成为对该船昔日威严的庄严提醒 但船尾却一片混乱 成为了这艘雄伟船只跪地的力量的扭曲纪念碑 这种极端对比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 和关于泰坦尼克号最后几分钟的理论 学者们仔细拼凑着这艘船毁灭之谜 在废墟中 泰坦尼克号昔日雄伟身姿的巨大碎片 作为对它过去辉煌的沉痛回忆 巨大的金属部件 如高40英尺的引擎 在坍塌的甲板和扭曲的钢铁中 显得格外显眼 这些都是对灾难的狂暴的见证 解开泰坦尼克号沉默之谜 对调查人员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尤其是考虑到船尾部分的残缺状态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 研究人员在海底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一个大印记 显示了船尾的动荡下沉 这个独特的印记为我们提供了 关于导致泰坦尼克号与海底碰撞的事件的重要见解 包括速度和撞击角度的信息 这决定了船的命运 通过艰苦研究 科学家们确定了船尾下沉的速度高达每小时50英里 受到巨大的阻力力驱动 在此过程中遭受了灾难性的破坏 造成这些损害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 有人认为是高压水施加了巨大的力量 有人认为是在船下沉道深渊时 湍流撕裂了船体 为了重建泰坦尼克号的最后时刻 专家们使用机器人摄像头 获取了海底散布的废墟的全面图像 这些丰富的信息 使调查人员能够识别和编目 从现场打捞出来的数千件物品 每一件都揭示了那些命运多半的船员的生活 从废墟中发现的个人物品 作为动人的提醒 将这场悲剧的人类维度人性化 并为逝去的生命给予了声音 多年来 法庭考古学家经过严格的调查和分析 取得了巨大进展 重建了那个可怕夜晚的事件 为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混乱和残酷 留下了沉痛的证词 泰坦尼克号是核实分裂的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 但一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泰坦尼克号核实分裂 调查人员查看了碰撞现场周围的废墟区 以揭示答案 他们发现了一大片废墟散落在海底 是对船只最后时刻的无声见证 然而 在废墟中 他们找到了最终解开谜团的线索 调查人员通过评估废墟的分布 和残骸的不同部分的状况 确定了泰坦尼克号沉没前发生的事件顺序 他们发现船体很可能是在即将沉没时分裂的 船头和船尾部分落在海底数公里之外 从泰坦尼克号发现的每件新物品都像是解谜的新一块拼图 提供了了解这艘著名船只如何以及为何解体的可能新线索 多年来 公认的信念是泰坦尼克号在表面分裂成两部分 当下沉的船头倾斜下来时 将船尾高高抛向空中 直到其无支撑的重量变得难以承受 在这种情况下 船的中间部分会被巨大的压力压碎 导致船头和船尾分离 然而 随着排水和新的事实的出现 这种观念可能会受到挑战 通过测量船体下沉时废墟的倾泻方式 研究人员旨在获得对那个悲惨之夜发生了什么的更精确的图像 看到所有的东西都躺在地上 这真是一个非常美丽 非常感人的时刻 首席保护员亚利克斯·克林格霍夫说道 的确 从废墟区中找到的每一件遗物都传达了有关这场灾难的独特视觉故事 克林格霍夫及其团队经过多年的细致研究 能够将特定物品与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联系起来 例如 从废墟区中发现的一只怀表属于托马斯·威廉姆斯·索罗门·布朗 他是一位南非的酒店业主 与家人一起来到美国开始新生活 布朗在这次事故中不幸遇难 但他的妻子和女儿幸存下来 同样的 其他乘客留下了他们生活的书面记录 即使在水下一个世纪之后 这些记录仍然清晰可读 在废墟区船尾附近发现了属于三等舱乘客 埃德加多·塞缪尔·安德鲁的笔记本 安德鲁独自一人前往美国 他的学校书籍和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感人的窥视 看到年轻孩子们踏上对希望和机遇的追求之旅 随着研究人员继续搜寻废墟 他们面临着研究更多物品的艰巨任务 每一件物品都有可能有助于描绘这场灾难的人性化 克林格霍夫反思说 历史经常将普通人 也就是我们 吞噬掉 他们倾向于消失在考古的混乱之中 直到他们得出最终的证据 尽管存在障碍 但团队决心发现真相 对他们来说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泰坦尼克号并没有在表面分裂成两部分 相反 证据表明这场灾难性的事件发生在更深的水域 航行中收集的大量数据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新的视角 使他们能够发现以前被忽视的线索 所有灾难事件都在废墟或海底留下了痕迹供我们观察 克林格霍夫说 这些发现正在揭示泰坦尼克号最终谜团 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展示了那个致命之夜的事件 废墟的未来 尽管调查人员现在对废墟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但他们仍然致力于解开一个重大谜团 泰坦尼克号将来会发生什么 如今 泰坦尼克号暴露在海底 成为时间流逝和自然无情力量的残酷提醒 经过一个世纪的腐蚀 这艘曾经雄伟的船只的特征正在逐渐消失 船只正在消失 速度比一些人预期的要快 有经验的泰坦尼克号调查员PH纳尔说 纳尔亲眼见证了过去30年在事故现场发生的惊人变化 他说 甲板和鞋板之间的距离 过去很容易有10英尺 现在只有5到6英尺 一步一步 腐蚀正在进行中 调查人员想知道为什么腐蚀会发生得如此之快 尤其是在这些水深度中 水中氧气很少 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在船体表面发现了奇怪的秀斑模式 这些行程加速了腐蚀过程 威胁到永远摧毁泰坦尼克号的最后残留物 尽管经历了腐蚀和破坏 但从灾难现场发现的每件遗物 都讲述了一个关于希望 英雄主义和悲伤的故事 每一件遗物都代表了数据的一个点 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海上灾难之一 随着研究人员继续调查 泰坦尼克号及其遗物 他们不断提醒着我们保护这些遗物 对于后代的重要性 每件遗物都是过去的无价之宝 提供了对乘坐这艘注定沉默的船只上的人们生活的独特洞见 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是一场悲剧 坚韧和纪念 在我们努力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和保护它的记忆时 我们尊重了逝去生命 并确保它们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 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留意我们的更新 与你分享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趣事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与你再次相见 点赞 面位的声音